你相信吗?只要上传一段超过10分钟的声音档 AI就能帮你自动生成多种风格的影片 还能一键翻译多国语言 不用再花时间对齐声音及画面了 想知道成果如何吗? 影片记得看到最后 嘿,我是忍者妈妈 带你使用AI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 这一集课程由我的AI语音助理Tala来帮大家讲课 让我们一起欢迎Tala 大家好,我是Tala 我的名字一指星光 就像星星指引方向 我希望成为你智慧的光源 为你带来指引与温暖 你是否也曾梦想过 用你的作品触动千万人的心 但现实却往往让人无奈 创作耗时 技术们看高 甚至连养活自己都成了挑战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一个关于作家翻身的故事 一位作家如何利用Fill More AI工具 从默默无闻变成炙手可热的内容创作者 阿哲是一位直笔十年的小说家 他的作品曾经感动无数读者 但随着时代变迁 市场对纯文字的需求越来越少 阿哲的收入也日渐缩减 有一天 他不得不搬进一间狭小的租屋 开始质疑自己的选择 写作真的还有未来吗 就在他快放弃时 一位老朋友来放 朋友对他说 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 人们的确很少有时间沉下心阅读 但是有声书市场和短影片非常火热 好的作品能轻松获得百万播放 你为什么不尝试把你的故事 转录成配合画面的有声读物 发不到社群上呢 阿哲说 可我日常没有时间录制语音 也完全不会剪辑影片 朋友说 不用亲自录制 只需要用文字转语音的功能 录制旁白就可以了 至于剪辑的部分 Filmora AI音讯转影片的功能可以帮你 阿哲被朋友的话吸引了 决定上网了解看看 阿哲来到Filmora的网站 决定先下载试用看看 下载安装完成之后 打开Filmora 建立新专案 点选音讯 文字转语音 开始 阿哲将自己的一篇科幻故事导入 选择语言 Filmora一次最多支持 1500字的文字转录 并且除了预设的语音包以外 还可以使用AI语音复制功能 建立自己的AI音色 仿佛就是自己在述说故事一样 功能非常多元化 还可以调整语速和音调 完成第一步的语音转录后 阿哲想起了朋友所说的 AI音讯转影片的功能 音讯真的能直接变成影片吗 阿哲半信半疑的点选工具箱 选择音讯转影片 发现需要上传10到120分钟的 音讯档 自己刚刚转录的第一张 故事刚好符合要求 上传成功之后 就来到了这个画面 在这边可以选择声音档的语言 如果希望字幕是繁体中文 就要选择中文 台湾 如果想要简体中文 就选中文 华语 音讯内容类型选择故事 画面长宽比选择9比16 时长选择自动 数量先选择3 影片风格选择大家都喜欢的动画风格 同时 阿哲还发现 这个软体似乎还支持照片说话的功能 如果想要制作的影片 有一个讲述人的形象 可以在角色影像这边上传图片 卡通人物或是真实照片都可以 最后选择素材范本 最后的效果会是怎样的呢 阿哲这样想着 点下了产生键 完成后 Filmora输出了三个影片档案 软体会自动评分排序 每个影片都可以先预览 点选编辑 进入预览 在预览区 可以调整字幕的样式和大小 也可以调整刚才生成的 虚拟讲述者的位置 虚拟讲述人的口型 甚至都是和音讯相匹配的 十分真实 他与威拉密切交往 并且加入了对抗黑药士集团的战斗 还可以删除不要的片段 及修改段剧 这边要注意的是 它不是依照声音档竹子生成画面 而是截取声音档的内容摘要 重新整合撰写一遍 再重新生成影片 非常适合故事小说的推广 完成后要记得点选保存 如果要寻找刚刚生成的影片 可以回到音讯转影片这里 就可以看到生成的历史记录了 阿哲后来又导入了 自己的一篇童话故事 发现Fillmore还能选择不同风格 3D动画 动漫风格 甚至写实风格 适合各种故事类型 这次 他只花了10分钟 Fillmore就帮他完成了影片制作 超级方便 阿哲看着成品 忍不住感叹 这才是我需要的效率啊 阿哲把影片上传到社群平台 没想到短短几天内 播放量突破了遗忘 留言里全是读者的惊叹 这就是我喜欢的故事 太棒了 阿哲的信心逐渐回来 他开始为下一段故事做准备 后来 考虑到自己的故事 也有不少国外的读者 阿哲还使用了 Fillmore的AI翻译功能 在转录小说时 就直接将音频党转化 成了多语言版本 连选标题 AI字幕 AI翻译 翻译语音和字幕 将中文翻译成英文 这里除了英文以外 也支持日语 韩语 意大利语等其他语言 完成后 会自动出现在轨道上 不论是纯音频 还是影片党 都可以哦 最重要的是 中英文的时间长度是一样的 AI翻译一键搞定 不用再手动调整了 但是字幕挡住了头像 该怎么办呢 在字幕的序列上点两下 进入这个画面 就可以移动字幕位置 点选全部应用 所有字幕位置就一致了 这里还可以修改字形 内容及动画 效果如何呢 我们来看一下 艾伦正在努力控制自己的独心能力 她的内心充满了挣扎 She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Willa and joins the battle against the Obsidian Group Ellenの内面の衝突は お互いに強力な女性 现在 阿哲已不再是那位贫穷作家 而是一位同时运营播客 YouTube和各类短影片渠道的内容创作者 她的影片逐渐吸引了品牌合作 故事也得到了更多的再版 甚至影视化的机会 也成功将自己的作品推向国际市场 她总是告诉其他作家朋友 AI工具不是取代我们 而是帮助我们 让创作能够超越技术的限制 你呢 是否也想像阿哲一样 用更聪明的方式 重新掌握自己的创作生涯 无论是文字转语音 还是音频转影片 或是AI一键翻译 Fill More AI工具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现在就点击下方连接 体验AI创作的魔力 让你的故事化为动人的影像 触及更多人的心 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各种风格的成果 有一天 护理又差威尔带来一封信 飞飞打开心 是附近森林的邀请函 亲爱的飞飞 你是位优秀的发明家 村庄需要以太能快速运水的机器 飞飞欣然接受挑战 开始准备 她带上工具箱 来到邻村 村庄的小河干河 动物们苦恼 飞飞仔细观察 开始设计机器 她决定设计以太阳广东立水运输机 经过几天的努力 发明完成了 机器利用阳光发电 运送河水 清澈的水流出来 村庄欢呼 你真是太棒了 村长感激地说 回到宋林村 飞飞开办了学院 教导年轻的动物们如何发明 记住失败不可怕 重要的是不放弃 大家掌声中 飞飞小得灿烂 艾伦正在努力控制自己的独心能力 她的内心充满了挣扎 她与威拉密切交往 并且加入了对抗黑药士集团的战斗 艾伦的内心冲突 在遇到强大的黑暗女巫 马里安娜 后变得更加复杂 马里安娜试图用权力和自由的承诺 将艾伦从威拉身边拉走 她看到了艾伦痛苦经历中的脆弱 并将黑暗视为艾伦的阵徒 艾伦被疑惑和马里安娜的操控感所吞没 几乎屈服于黑暗 艾伦渐渐远离了威拉和她之前的信念 在马里安娜的影响下 艾伦的内心战斗愚加激烈 然而 威拉始终坚定地支持着艾伦 艾伦最终决定正面对抗马里安娜的影响 在威拉的帮助下 艾伦决定回归光明 是不是很简单呢 赶快去试试看吧 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还有开启小铃铛 让我们一起站在 AI这个巨人的肩膀上 看得更高更远吧